哈囉大家好我是奇妮瑪莉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剛剛做完另外一場西塔療癒之後的這個 新的分享 那不好意思這兩次 錄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就是都呈現一個很憔悴的狀態 因為西塔療癒的過程 在帶你釋放情緒的過程 真的是會大爆哭 所以我每次都是一個 就是這兩次都是一個那個狀都花掉 然後亂七八糟的一個狀況 我主要想拍這個 主要是想說 可能有的人好奇西塔療癒 或是做生性能力的療癒 是怎麼樣一回事 就是在你還沒有親身去體驗過之前 你當你還沒有去找到有療癒師 或者是花這個錢下去做這件事情之前 不知道這是一個怎麼樣 怎麼一回事 那你不知道你會面臨到什麼 可能有的人因為這樣子 就沒有去嘗試過做療癒 那我自己為什麼會很喜歡就是做療癒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好奇寶寶 然後我很想要去發掘自己嗎 或是去嘗試各種的事情 挖掘事情的原因 挖掘自己的內在 因為其實像我的節目也是 就在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感情當中啊 生命當中關係當中的經驗 那可能你可以讓你去參考 或許事情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或許思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跟面向 這一次的這一個活動主要是在做 財富金錢豐盛相關這個為主的一個主題 可是裡面會有各種不同的切交 因為可能我們都沒有發現 我的可能工作運不好 我的財運不好 我的人生不是走得那麼順利 不是只是因為可能啊 我書讀的不夠多 我沒有別人努力 我天資不夠聰穎 我家裡沒有那麼多的錢 我沒有像別人一樣那麼多的機會 或是含著金湯汁出聲等等的 其實有很多原因 都會造成我們生命中的一些阻礙 那今天我們做的這個切腳是 跟父母的關係 開始文靈師帶我們去回到自己小時候 去回想自己跟父母之間有沒有什麼樣的事件 造成了你跟父母之間一些有一些 比如說負面的情緒 一些讓你覺得不開心的事情 我自己就感受到應該說看到吧 對回憶到 微笑的時候 我們家就是雙型家庭 所以父母都為了工作 都很忙都不在家 應該很多人都這樣就是要食兒童 下課回到就是回到家就是自己一個人 或者是說會到附近的親戚家 或者是去鄰居家的小朋友家 等待父母回來 我很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剛剛也看到的一段就是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常常去的一個鄰居的姐姐家 應該說他的家境 比我家就是稍微差了一點點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他的父母的工作的關係 讓他們比較沒有那麼忙碌 可以比較多時間待在家裡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小朋友 我不懂什麼工作賺多少錢或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父母不是做那樣子的工作 父母就會有時間陪我 因為在一個小孩子的理解裡面 父母是為了追求金錢 而犧牲掉 跟小孩子相處的時間 所以我會覺得 我是金錢 瞎的受害者 就有這一個心態 這一個負面的限制性信念 你有抓到重點嗎 就是賺錢讓我變得孤單 然後我又想到就是另外一個事件 我記得是國小的畢業典禮 因為我跟我弟弟差五歲 就在我的畢業典禮之前的一段時間 是他的幼稚園的畢業典禮 那個時候我父母也是一樣的工作 也是很忙 我爸爸那時候甚至是公司的老闆 那麼忙他都去了弟弟的畢業典禮了 我那時候小時候 因為就想說 懂事嘛 懂事 對 不要給家人造成困擾 所以我那時候就只是 不是真心的跟父母說 我的畢業典禮你們如果工作忙 就不用來沒有關係 不過就是個畢業典禮 可是當然心裡還是希望他們會來的 然後就到了我畢業典禮那天 他們真的沒有來 對那個時候的我其實是 很難過很受傷的 常常這種就是姐弟的家庭 可能姐姐都會感受到 弟弟比較受寵 所以我從小就覺得 自己是比較不被重視 比較不受寵的那一個小孩 就會變得比較叛逆 想要來 得到父母的注意力 這樣子的行為背後後面是因為 我們心裡已經知道說 我沒有辦法以正面的方式 比如說長得可愛 乖巧 聽話懂事等等等等的 來得到父母的愛跟注意力了 那這樣子的小孩就會往一個 比較負面的方面去做一些比較叛逆 或是破壞性的行為來想要得到 父母 或是周邊人的注意力 那一個 在一個畢業典禮的這一次 又再次的 在我那個時候的心裡的理解下面 又再次的證明了 我是比較不重要的 的那一個小孩 因為在希塔療癒裡面 這個希塔腦波 你在這個腦波裡面的時候 它會幫助你 幫你的感知力打開 所以你可能以前很多沒有想到 沒有想通 沒有把這個點跟這個點 因跟果連結在一起的東西 都會忽然通的 你要說這個是想太多 也是可以 可是至少我覺得在這個的幫助下 我找到了一些事情的原因 而讓我不再去責怪我自己 或者是覺得我自己有問題 就是其實我 我高中沒有畢業 然後大學我也是就是 能掩蔽就掩蔽 能休學就休學 反正就是拖到 休業的期滿了 都沒有畢業 就是我剛剛在 在希塔的這個裡面 我就把這個東西連結起來 就是我為什麼 一直讓自己不畢業 為什麼呢 因為畢業 就會有畢業典禮 那畢業典禮 就會讓我想到 小時候那一次畢業典禮 父母沒有來 我覺得自己不重要 自己被遺棄的 這個感覺 我為了不想要再一次的經歷 這一個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的這個感覺 所以我 一直讓自己不要畢業 是不是很有趣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造成了 人生當中的阻礙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呢 雖然說我現在也是找到了還不錯的工作 還不錯的公司上班 可是如果在我們幼年經驗的創傷當中 有那麼多的事情造成了自己給自己的一些阻礙 比如說讓自己不要畢業 讓自己不要成功 讓自己不要幸福等等的 那是不是其實父母的關係真的影響我們的人生很重呢 那當然做這個西裁療育不是只是說讓你看到發生什麼事情就結束了 而是療育師會帶著你去把這樣子過往的負面的情緒的經驗把它清除掉 讓你不再受這一些負面情緒的影響 之後再幫你貫注一些比較正面的情緒 等於是把你過去的那個負面情緒的記憶把它轉成一個好的 或者是說讓這一個傷痛不再去影響你 因為我曾經做過很多次其他療育 那以往可能是一些不同的主題 可能就是在親密關係當中的一些阻礙啊 看到了過去的那一些傷痛的那些不開心的內容 我以為應該就這樣了吧 應該我跟父母之間的事情就處理完了吧 那結果沒想到今天這個以豐盛以財富成功為切絞的這一個療育 讓我看到了以往的不同的記憶 所以就像我一直講的就是做療育是在幫你清醒你的垃圾 我真的很鼓勵大家去嘗試看看做身心靈的療育 因為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種不同的療育方式 就像是算命嘛很多人喜歡算命 然後看星座看星盤滋味的樹什麼有的沒有的 大家都想要藉由各式各樣的方式去了解自己 跟找到自己認識自己 然後可能找到一些人生的目標啊生命的意義啊 或者是方向該怎麼走等等的 那我覺得做療育是讓你有藉由一個比較自主的方式 去了解自己去看到自己去認識自己 如果說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情緒 為什麼在做選擇的時候是會這樣子的去下決定 如果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我們要怎麼樣去操作自己的人生呢 好嗎 好嗎 謝謝